大家好 升旗易得渡 今天是2023年7月19日 今天是星期三 來到星期三的晚上 香港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時事 我們上一節 跟大家詳細揭露 這個由國安處 是大大力 忽然之間出來做大龍鳳 搞這個圓洪通緝 結果圓洪通緝 進入了一個崩潰的狀態 至於理據 我們上一節跟大家探討過 現在開始 香港的畫面 這件事 變得越來越明顯 其實 香港就是有一班地方勢力 藉著國安法 要在香港大撈一筆 而這件事 他們開始在內地的官場 響起了警號 他們為了要收這個維穩費 就是 不停在搞鬥爭 鎖定了 在海外的香港人 因為 在香港境內 大致上 是比較出名 有頭有面的人 基本上 絕對 是不會做任何事情 已經不能做了 所以 在香港的維穩費 是超過百萬 到底要怎麼用呢 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問號 結果 香港動不動 就是引用國安法 這件事引起了內地 的不滿 結果 內地知名博客 靖海侯 發文章 出來 大力質疑 香港是不是有一班積極分子 動不動 就濫用國安法 這件事 終於引起 本地 香港 的土共勢力 跟中國大陸 發生了矛盾 最新的訊息 是香港的土共 這個文匯大公 大公報 要寫評論 是猛烈反擊這個靖海侯 我們繼續和大家 講下去之前 大家請記得 繼續是本台的緊急呼籲 國安 就是 真的叫做交功課 交功課不要緊的 你就去拉元利昌和 容海欣 一定是全世界拍手掌 你走去攻擊 旁邊的人 這件事非常之 卑鄙 還有 拜託你不要攻擊我們 我們要正常運作 不過沒有辦法 我們做得反對派 做得黃色媒體 對盡中共 和港共 我們預計了一定 是會被他們用盡各種辦法攻擊 我們的主頻道就是 被他們弄得封鎖 而且把我們的免費模式停止 我們需要 重新申請個個戶口 而且我們目前是被罰停賽 我們只能夠用後備頻道 即是你現在在聽的星期二日報的廣播 希望大家幫我們轉發信息 將我們主頻道被封鎖的信息繼續轉發 也都將我們後備頻道 連結轉發 因為有很多聽眾 不會知道 希望大家記得繼續幫忙 亦都對我們的經營 對我們的營運 構成了很大的壓力 因為我們本台 所有的聽眾都知道我們主要 最優先推廣的一定是這個免費模式 而 YouTube 封戶口 再將 我們的廣告封鎖就是針對著我們的免費模式 所以我們的確這幾個月一定會出現困難 亦都希望大家這個時間可以幫幫忙 希望大家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還有訂閱這個 後備頻道的會員頻道 我們是承諾 一旦這個 我們的主頻道能夠恢復的話 還有我們的免費模式 能夠恢復 我們一定第一時間告訴所有人 好 亦都請大家 裝了Pine Network 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香港的大公報就是要大大力 反擊這個內地知名薄客鄭海侯的文章 原本鄭海侯的文章 就是指香港的國安法 被一班官員 又或是一班建制派的人士 在這裡犯化利用 直接 開宗名義說明 香港的官員以及議員動接 要利用這個叫做國安法 做事叫做寧左勿右 不管後果 香港亦都有其他的 網紅 出來評論 說這個 其實 靖海侯的文章 只不過是中央和地方割蓆 就是說如果你 香港的經濟真的因為 你不停犯化利用這個叫做國安法 最終導致 香港的經濟真的崩潰的話 責任 存在香港 不在 中央和北京 這種說法 我認為適合了一半 錯了一半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如果這個純粹 是叫做一種割蓆 問題又來了 割蓆的理據在哪裏呢 中央 是對香港有全面的管治的嘛 甚麼時候 中央 的政策在香港落實不了 需要搞到 跟香港 本地的管治團隊 搞到要割蓆呢 如果 所謂的割蓆論 真的存在的話 這個 正好就是 中國大陸的官場 跟香港 現在 當政的這班管理人員 是有矛盾 以及衝突 所以為甚麼我說 這個說法適合了一半 錯了一半 實際上 綜合來說 你 否認他們有矛盾 這個一定錯誤 他們根本如果有所謂的割蓆出現 就是因為有矛盾嘛 如果不是 我跟你沒有矛盾 我跟你割甚麼隻 所以這一種 其實 不過算了 我也不想太深入批評 這種始終是維護著 中央的說法 也是香港大量的建制派 覺得最安全的做法 明明 這個土共應該是北京在香港的代理人 但是現在 香港居然 是要跟這個 是中國大陸 內地官場 的文章 是要來一場大對抗 這件事跟過去 香港 集中搞政治鬥爭 的風向是完全不相同 大家應該還記得 正當這個《內地人民日報》發炮 是挑動 香港和內地人的矛盾 就著這個國泰事件的時候 香港 香港的一群 土共和積極分子 出來瘋狂 火上加油 你看不到 香港的建制派 土共發文章 去反駁 人民日報 是不是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現在居然大公報 敢寫文章 是要對 內地的 靖海侯 發文攻擊 整個評論說 指國安法用得太濫 的講法 不符事實 指控很嚴重 你是不是在說他一盆污水 一盆污水淋在你身上 又說 國安法正在打擊軟對抗 所以很多網民就問 容凱恩 和袁利昌的軟對抗 到底你何時 才肯用國安法去對付他們 你搞羅冠聰 亦 好像是交差一樣 到最終 走去騷擾羅冠聰的家人 這樣還不是叫做煩化利勇 大公報 就是寫文章又說 現在是要 對付軟對抗的時候 你現在去批評 凡使用國安法 本身 對國安法是一個極大的質疑 又說香港黑暴 崩潰 然後就是由意識形態 軟對抗 變成了主導 根本 這件事 就是說得就說得 這件事 徹底 違反了 就是中國大陸 以及很多國安法 的大旗手 維護國安法 的用途 又說條文很清晰 又說香港有法治 結果 再一次 是需要大幅度搬龍門 甚至乎法文 是開火滑擊 事實證明 做一件事 就是香港的這些報紙 即是文匯大公 以及香港的國安公署 還有這些香港的積極份子 已經是徹底 航械一氣 構成了香港 不受中央管治 不受北京 的控制 的一種 地方勢力 而這種地方勢力 背後 有大量維穩費的利益 在他們的背後 所以他們 形成了既得利益團體 一定要制止所有人 去評論 他們對國安法的使用 因為他們除了 手持 國安法的令戰之外 他們手上根本 並沒有任何鬥爭的武器 他們又不可以在香港大搞動態清零 因為聖上說了 現在要解封 香港又沒有其他 可以用作鬥爭 的政治路線 如果再這樣下去 整個國安處都要被取消 維穩費 不知去了哪裏 所以你清楚看到一個脈絡 就是現在這一群人 在這裏繼續 藉著維穩 藉著大搞國安議題 不惜犧牲 中國大陸的國家利益 中國大陸 想跟西方 暫時 是一種緩和 不要再加劇的狀態 但是香港 為了他們自己的個人 還有個人的荷包 還有個人的利益 不斷 把香港的問題 放大 提升到國際層面 他們的這種做法 已經 變成了跟中國內地 的政策是矛盾 和相違背 到最終 必定形成是來控收場 現在 正在 開始 互相搏火 我們儘管看下去 到底看你 怎樣 將兩種這樣的矛盾 和利益 可以壓下來 我們這一節也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請記得 支持六部曲 記得在後備頻道 星期二日報使用 請大家 請訂閱Patreon 訂閱會員頻道支持我們 我們這一節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請訂閱Patreon